那我们非诞意开心 要请到JNJPOK德州扑克的Jason 来到农专堡 你好 你好 想要请Jason跟我们分散一下 当初什么原因而成立这个JNJPOK德州扑克呢 我是从娱乐玩家 然后看到台湾的这个德州扑克的市场 他具備了就是很好的一個發展空間 因為他是處於成長初期 所以就覺得好像有機會 然後進入了市場的調研分析 然後發現可以 然後我就開始投入這個JJPoker 就是德州撲克的一個領域 大概是這樣 是 那翔恩琦一路上都非常的不容易 那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挫折跟困難的地方 以及是怎麼度過的呢 OK 很多事情是這樣 就是知意行難知難行逆 那德州撲克在台灣因為是處於成長初期 那任何一個行業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一定會具備一些亂象 然後還有法規 然後還有人才的這個斷層 人數 專業性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會有一些要摸索 然後有一些試錯 那當然繳了非常多的學費 比如說我們賽制的設計 出現困難 然後人才的招募 也出現一些 就是覺得好像 沒辦法去完成我們要的這個就是成果 他可能不具備某一些能力 他可能在德州撲克 某一項環節他很強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休閒服務 運動經濟服務的一個行業 所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呢 我們也就是發現他是有困難的 那為了要實現品牌的連鎖 所以我們就投入非常多的精力 還有資金去打造我們自己的軟體系統 那這個過程當然我們就花了非常大量的時間 因為他需要測試嘛 我做完這個軟體 那我要跟現場測試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他會不斷的去投入啦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困難跟挑戰 那當然既然是想要在成長期去享受紅利 那自然而然就要付出代價嘛 才有辦法去享受自己後面的一個成果 總能夠苦盡看來嘛 是 我覺得其實創意這條都是這樣子 就是學中做做中學 滾動式的學習 才有機會享受到最美的一個成果 是 那我們JJPOK有什麼樣的核心的理念呢? OK JJPOK的其實聽名字是這樣子 台灣的德州撲克市場就好像呢 我不曉得說Lisa有沒有 懂不懂玩德州撲克 德州撲克他當我們手拿著口袋隊 像JJ這個口袋隊 然後坐在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叫小盲尾 那這個就是好像在德州撲克市場一樣 你有機會能夠贏得獎持 但是又面對後面有很多專業的一個玩家 所以JJPOK我們把這個就是這個品牌規劃說 有機會然後你要很小心 那有謹慎 但是就是說去勉勵我們 那麼第二個呢是當然德州撲克大概有運動啊有休閒啊有社交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所以呢我們有一個slogan叫做Joey poker just play 我們就玩他就好 就是去盡禁他去享受他 那當然啦我叫Jason嘛 所以就是叫JJPOK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就是 就是品牌創立的一個就是理念這樣子 是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當中有沒有遇到一些成就的來源 是支持我們JJJ想要在這個行業深耕的動力呢 成就來源喔 我覺得在德州撲克他在我們東方文化裡面 有很多人會把他認定為他是賭博 因為他不像歐美 歐美他是其實德州撲克已經很流行了 就好像打橋牌啊什麼一樣 那我在這一塊呢我想要去創造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品牌價值 首先當然我們去正面推廣他 所以我在JJPOKER這一年 我應該是全台灣或者是亞洲第一個導入ESG 這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另外一個本業就是ESG的顧問 那ESG呢是從環境治理社會責任到 環境保護然後社會責任跟公司治理 三個層面去看他有很多細項的工作 聯合國呢有169項工作在這裡面 那我們能做什麼 其實配合不管是配合政府正常還是說身為一個公民 你一個責任的話 首先呢我們去保護這個地球 那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過程 日常運營過程當中我們盡量 減少什麼呢 塑料的產出 甚至我們去回收那個塑料撲克牌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用電 我們的這個保護水源 那甚至我們在社會責任我們推廣出 推出一個叫做負責任禁忌 綠色禁忌 絕對不對未滿18歲以下的年輕人 去做這個就是行銷 那同時呢我們也透過後台數據 去分析我們的玩家是不是有過渡遊戲 或者是說他達的級別是錯誤的 他一直不斷的在lost他的時間跟金錢 那這個我們都會去做正向的這個調整引導 那包含呢我們也在人才的培育上面 我們樹立他正確的價值觀 你不要去參與這樣的一個就是 比如說外部的一些引誘啊賭場啊什麼的 然後呢我們對於玩家 不論他是多元性別 還是說他是 是否是比如說一些停障啊 或者是說他是不是那一種 看起來就是怪怪的人 我們都要做平等對待 因為他本身德州撲克就是一個公平的遊戲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消除歧視 然後呢我們叫做性別平等 身份平等這樣 甚至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加盟商 就是呢至少在裝潢上面呢 你第一不要過度裝潢 你要使用至少50%的環保材料 這個都是我們ESG的部分 然後呢所以我們叫做低碳德州 然後呢綠色競技 這是我們品牌這個理念 然後我們的這個價值的一個輸出 那接下來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不斷的去 透過德州撲克的一個怎麼教學 除了讓我們的工作人員玩家 學會什麼是德州撲克之外 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有很多 可以延伸到工作啊職場啊 比如說懂得怎麼談判 然後呢怎麼去觀察 甚至呢怎麼做資金管理 怎麼做這個自我的情緒力管理 這些都會是在我們 就是培育上面 我們會去投入的一個事情 那也期望說我們JJ撲克的這個品牌呢 能夠帶給我們就是怎麼講 符合國家政策法規 又同時能夠正向的去引導我們的玩家去競技 而不是去賭博 那同時呢能夠盡一份這個社會責任 來做這個怎麼講 我們的本質吧 那以其扭轉我們德州撲克呢 賭博的這個標籤 能夠把它撕掉 基本上這是我們一個品牌的一個價值 你的我想要做的事情 是 維安其實在剛剛投入這個市場裡面 一定不知道說該怎麼做 但透過這一年的努力 慢慢建置屬於自己的後台系統 其實這樣的一個成就來源 就是支持我們Jason 想要走下去的動力了 是的 是的 那未來品牌計畫有什麼樣的短中長期規劃呢 OK 短期呢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 讓更多的經營者來參與 然後去享受到這個成長期的這個紅利嘛 那所以呢其實我們自己在市場上看 這些Poker現在做起來我還蠻 有一點點小小的成就感 就是我們已經有三家的這個連鎖了 然後呢當然口袋名單還有準備要開的還蠻多的 我們預計今年底應該會有七八家啦 到今年底 那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成就來源 因此我們短期當然是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符合我們剛剛所講的品牌理念的一個推廣 那中期目標呢當然是希望能夠透過 這一個德州撲克的這個實體化 實體連鎖化呢能夠慢慢轉為結合線上 因為這一Poker呢它就是推廣資質 我們的協會資質是由德州撲克麻將跟電子競技 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看很多的協會是沒有電子競技這一塊 因此我們有四組的軟體 然後當我們的品牌連鎖店面足夠多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符合了結合線上推廣的這個時機點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中期目標 那我們長期目標當然就是 能夠走出這個台灣然後走向國際 然後跟國際的這個大型賽事啊 或國際的一些玩家能夠進行去交流 那同時也能夠跟著我們台灣德州撲克的老大哥呢 一起去這個完成這樣的一個動作 因為德州撲克的當開始有國際賽事駐足在台灣的話 它不僅僅是可以讓我們本土玩家 能夠跟國際選手交流的同時 又能夠讓全世界各地看到我們台灣 那甚至呢帶動一些就是產職嘛 它是屬於休閒運動的旅遊的一個收入嘛 我想這都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啦 這是我覺得短期就是建立品牌連鎖化的一個能力 這個中期呢就是線上線下的一個結合 那長期呢就是呢推廣到這個國際上這樣子 是 那說話有一個年輕的創業者跟Jason一樣 想要投身在這個市場裡面 那Jason會有什麼建議的話想給他 OK 從這個從業上來 如果是想要從業的 當我們這個就是工作人員的話呢 我的建議是說 因為德州撲克在國際 它是一種屬於國際賽事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在這個行業發展 台灣呢目前人才非常短缺 它是一個機會點 所以只要願意去學習 然後呢守著初心 比如說我們就是要競技的 那它可以就是忍住這個誘惑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遇到非常厲害的玩家 你會去學習 當然你也會遇到很有錢 但是他不懂得玩 他可能是對你來講是一種誘惑 那麼甚至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也看到說好像能夠賺到錢 然後在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你就投入去做經營 這都會是風險 所以第一個呢就是 你準備好了 心態準備好了 第二個呢是你的能力準備好了 你可以好好的去發展 甚至有機會到國際 國際上去發展 那如果你是一個想要經營的朋友 應該去認知到它的風險是什麼 雖然它的好像看起來毛利還不錯 因為是屬於服務性質的 它不是買賣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投入的一個經營者 投資人 那麼當然要選擇一個叫對的品牌 然後呢有一個差異化的品牌 同時呢也要具備一定的這個就是理解說 它依然有風險存在 那你要自己去認定 你是否能夠去接受這個風險值 因為任何的投資都有風險 那如果你是一個玩家呢 當然我們一直在鼓勵 我禁忌不賭博 所以呢你要用正確的心態去看待這個遊戲 千萬千萬不要以賭的心態去做這件事情 那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我們的培訓呢 有培訓玩家如何正確的去遊戲 然後呢我們有培育工作人員 如何正向的去發展職業技能 從外營運營的方面 品牌啊 業務啊 跟內營的這個賽場管理 賽事管理 到我們的這個投資人 我們的這個品牌連鎖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帶著我們的加盟組 如何從零到一 Startup 一家這個德州撲克經濟館 這就是我對我們這個行業 不論是從玩家工作人員還是投資人的一個建議這樣子 是 所以其實正向的心態 以及堅持著自己的本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 是 那在個人當中 一定要去提升相關的專業技能 其實也是有助於自己可以有一個很大的空間能力 是 好的 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JNJPoker的州撲克 今天是來到我們的專訪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主持人